樓頂捲起了狂風 黑氣繞繞的紀紋一串一串的飛了起來 像枷鎖一樣纏住聖林冤 與此同時 醞釀許久的雷雲終於發作 一道淒厲的霹靂撕破夜空 直接砸在住院大樓上 人們或驚或恐的面孔 都在一片慘白中曝光過渡 彷彿陰曹路上魂翻掩映的壁畫 不過片刻光景 碧春生臉上的血肉已經融化殆盡 萎縮得只剩一層皮 鬆鬆垮垮的夢在鱗巡的頭骨上 她半跪在地上 像傳說中絕望的惡瓢 聖林冤不笑了 彎腰斧過她的髮頂 她問 你想讓我殺光誰 那些用人面蝶裏帶桃江的 殺光他們 你能解恨嗎 碧春生的嘴唇蓋不住牙了 兩排牙齒咯咯地打著戰 聖林冤又問 那麼 把那些明知內情卻堅默不語的 也一併陪葬 你能解恨嗎 碧春生的眼睛裡冒出鬼火式的光 手指攪緊了她的衣白 還是不夠 對不對 聖林冤叹了口氣 枯搞的細小髮卷從她手指間彈開 該拿你如何是好呢 我要真相大白 碧春生的聲音像是從骨頭縫裡擦出來的動靜 我要他們給我一個說法 聖林冤汗手 理所應當 不 說法不夠 我還要 還要他們嘗到 我千百倍的痛苦 嗯 聖林冤點頭 也不難 還有嗎 她每說一句話 就有一行記文加諸聖林冤身上 聖林冤一直聽得十分仔細 幾乎有種秉息寧神式的珍重感 然而這時 碧春生艱難地吐出了最後幾個字 我還要 赤冤 聖林冤忽然臉色微變 緩緩地抬起眼 嗯 這似乎只是那魔頭普通話聽力不太好 偶然聽見個不常見詞的自然疑惑 宣姬卻突然被自己的直覺刺了一下 那一個嗯 無端讓她心驚肉跳 說時遲那是快 宣姬手裡重劍一戳地面 借力騰空 縱身踩到了三層樓伸出的窗臺上 繼而腳尖在窗臺上用力一蹬 蹿上了樓頂 落到了那幾個被困住的外勤旁邊 樓頂地面上的忌文就朝她湧過來 宣姬一箭斬向地面 重劍上的火光瞬間將忌文逼退了一米見方 幾個外勤也短暫地恢復了自由 我要赤冤的火重新燒起來 碧春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絮絮地說 地面的忌文陡然變成了血紅色 打著卷地收成一束 鑽進了聖林淵的脊梁骨 哇 宣姬扭頭衝傻站在一邊的外勤們喝道 還愣著 快撤 幾個外勤下意識地服從命令 應聲拽緊了身上的保護裝置 從樓頂跳了下去 腳踩剛離地 碧春生整個人狠狠一抽 暴虐的狂風從聖林淵腳下升旗 咆哮著卷向四面八方 鋪上去的宣姬只來得及抓住聖林淵的衣袖 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那截袖子隨即撕裂 宣姬被狂風掃了出去 她猛地把重劍寫進樓頂水泥裡 雙手死死地握住劍柄 就地變成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旗 只見聖林淵那溫柔撫摸碧春生髮頂的五指 痘然收縮 毫無徵兆地插進了她的頭骨裡 碧春生一枚眼珠被壓得拖礦而出 頭頂的血泉水式的鼓鼓而出 因為太震驚 她臉上一片空白 聖林淵直起腰 低垂著視線 居高臨下的 與伏在地上的女人對視 不行 黑夜血字的陰沉寄已成 作為寄主的魔頭 當場撕毀寄文合約 囂張反殺施咒人 這不知道是不是有史以來頭一遭 連寄文都凝固了一瞬 緊接著 寄文暴怒 從她身上浮起來 化作歷刃反噬 魔頭那石雕一般刀槍不入的身體 瞬間被割得血肉模糊 而她臉上笑意淨不減 等等 玄機下意識地開口 不 一口刀子式的立封刮碎了她的話音 樓頂的濃霧裡泛起讓人作藕的血腥味 唯有五指欠進人骨裡發出的歌之聲 分外觸目驚心 朕平生醉跡束縛 狂風捲起了聖靈淵的長髮 她身上瘋狂的寄文像是要將她活活淋遲 那皮囊先是皮開肉占 緊接著 血肉又被層層片下 露出底下的經脈與白骨 而她彷彿沒有知覺 露出枯骨的手仍接接實實地盯在碧春生的天靈蓋裡 一寸一寸地往下沉 血霧噴在宣姬和她的劍身上 人與劍都避無可避 那魔頭朝宣姬略微一歪頭 原本俊秀的臉上已經面目全非 僅剩的斑駁皮肉蓋不住白骨 可宣姬卻能感覺出她竟還在笑 暴露在外的鎖骨勾著衣服上的碎布料 她那尖輩竟然還是挺直舒展的 堪稱風度翩翩 那被忌聞千刀萬寡的分明是個噩夢式的魔頭 本該皆大歡喜 宣姬卻不知為什麼看不了此情此景 閉了眼 那魔頭一字一頓地說 兒等偏來處此逆鄰 碧春生神色驚恐 艱難地從嗓子眼裡擠出幾個字 你不怕錯骨陽灰嗎? 碧春生的聲音堅成了文藝 你不怕魂飛破 聖鄰淵笑了起來 軒跡毛骨悚然 眉心火焰色的紋路不由自主地冒了出來 聽到那魔頭說 那可是求之不得 話音沒落 樓頂轟的一聲炸開 半座樓都給掀了起來 把宣姬連人帶見一起掀了出去 縱聲大笑的白骨分崩離析 那一剎那 宣姬好像聽見上千人同時在她耳邊發出垂死的慘叫 她一時失聰 來不及多想 本能地從樓頂滾下 落地時撿起了一個跑得慢的外勤 把人拼命地朝遠處扔去 就這麼眨眼的耽搁 驚雷瓢泊式地落了下來 慢了一步的宣姬被吞進了電光裡 整個赤淵地區 三個城市 17個區線 大面積停電 81道雷同時劈在一個地方 周圍所有的植物都著了火 濃煙與火蛇一路擴散 人聲 車聲 全給淹沒在憤怒的天前裡 特能人也好 普通人也好 據是洪水中隨波逐流的泥沙樓椅 拼盡全力地掙扎逃命 天地彷彿顛倒過幾輪 不知過了多久 震怒的雷鳴才略微平息下來 不等人們過載的視力和聽覺恢復 天幕便漏了 一場大雨傾盆落下 火滅了 樓頂上瘋狂的女人 與她召喚來的更瘋狂的魔頭 已經一起化成了飛灰 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住院大樓幾乎成了一片狼藉廢墟 除了軒機 已經沒有別的火物 只見軒機半跪在地上 後背冒出一雙巨大的火焰色雨翼 把人合在中間 雷暴過去 雨翼閃了閃 隨即化為光點 消失了 染血的重劍滄朗一聲摔地 軒機眼前已黑 一頭栽了下去 軒機醒過來的時候 已經在醫院裡了 她呲牙咧嘴地爬起來 感覺渾身上下哪都不對勁 骨頭好像被拆開重裝了一次 脖子還裝歪了 她拔了手上的針頭 一邊努力地把脖子震回來 一邊回憶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同時總覺得自己身上怪怪的 好像少了點什麼東西 少了什麼東西呢 錢包 不是 她那錢包跟裝飾也差不多 不該有這麼大的存在感 那是手機 哦 對 手機在赤淵醫院裡被大魔頭動得當場去世了 但願局裡能給她報銷 沒手機固然變扭 但 這種奇怪的感覺似乎也不是區區一台手機能造成的 軒機不自在地動了動肩背 她總覺得一覺醒來 全身的骨頭都輕了幾斤 身上飄飄的 不踏實 就在這時 病房門開了 蕭貞手裡拎著個一米來長的大布包走了進來 軒機喀啪一下 把脖子震回了原位 手中了 脖筋疼得發目 蕭貞把布包扔在她的病床上 單人病床咯吱一聲慘叫 差點被那玩意砸塌了 誒 你個不孝子孫 軒機連忙躲開 這什麼玩意兒 你的東西 軒機掀開布包 赫然看見 包裡居然是她的那柄劍 劍身上血跡斑斑的 也沒人給她擦擦 軒機愣了愣 扭了扭脖子 忽然明白自己為什麼有那種小定飄青的錯覺了 她脊樑鼓空了 這劍是她的本命劍 長在她脊樑鼓裡的 每次應她召喚才出 殺敵後自己會歸竅入籍 這劍性情相當孤僻 好似不願意被閒砸人等看見似的 可為什麼她這次沒回到她後背裡 按規定 異能物品要向局裡報備的 小東西就算了 你這玩意兒也太眨眼了 蕭主任拉過一把椅子 往上一攤 她在總部忙了一宿 天不亮又直接飛過來 用力揉了揉眼 蕭征精疲力盡地說 不過昨天兵荒馬亂的 估計也沒人注意 軒機把劍裹好 問 怎麼樣了 現在陰沉忌文都消失了 我們沒找到碧春生的屍骨 有傷亡嗎 赤淵這邊現場外勤重傷了六個 其他都是輕傷 沒死人是不幸中的萬幸 樓塌的時候 有個小孩離得比較近 我把他扔出去了 人沒事吧 嗯 以為你舍己就他犧牲了 崩潰的不行 打了一針正釘才放倒 好 在你隔壁病房躺著 嘖 不好 軒機作了一下牙花子 等他醒了 我得躲他遠點 省得他見本人英俊瀟灑 再非得以身相許 小禎直眉愣眼地看著他 目著臉沒笑 也沒拿白眼翻他這句不合時宜的貧嘴 從懷裡摸出煙盒 煩躁地磨縮了兩把 又想起醫院不讓抽煙 坐立不安地塞了回去 軒機察言觀色 不開玩笑了 一抬手 一枚硬幣從他掌心飛了出去 在單人的病房門上畫了個紙子 又伸長胳膊推開了病床邊的窗戶 沒人進來 抽吧 老蕭 你沒事吧 蕭征往軒機懷裡扔了河煙 這兩位素質奇差 各自在病房裡吞雲吐霧起來 屋裡瞬間生騰起滿滿的人間愁苦 被我們射殺的紀青塵 就是那個小胡子 是個普通人 蕭征說 因為感染蝴蝶 表現出一些異常能量特徵 所以他躲不開密影子彈 昨天他雖然已經被蝴蝶完全控制 但本人還活著 真正的死因是被子彈擊中 軒機張了張嘴 因判斷失誤造成普通人死亡 這事弄不好 是嚴重獨職 扣了我兩分 沒什麼 扣完 我都還有十一分 我以後又不出外情 估計直接指揮戰鬥的機會也不多 夠用了 蕭征倦意很濃地擺擺手 最諷刺的是 我昨天在全弄錯了的情況下 忍著煎熬下令犧牲避春生 確保在紫葉之交前擊斃季清晨 居然陰差陽錯地成了最大限度降低損失的正確命令 成了條免責理由 再加上淨花水月碟這事一爆出來 顯得其他事都不算事了 所以 只是留職查看 蕭征像是跟什麼較勁似的 皺著煤很吸了兩口 胭脂輕輕地滋滋作詳 然後他吐出了一口雜亂無章的白煙 繼續說 如果有普通人目擊異能事件 我們要消去目擊者的記憶 一般是用儀器和藥 不過或多或少都有點傷害 畢春生以前做外情的時候 出任務的時候救下普通人 從來不讓善後刻上 都是用自己的特能親自改記憶 他的精神系特能比儀器溫和很多 就是花時間 麻煩 但他可能不嫌麻煩吧 我覺得這些不是他分內的活兒 反而是他最喜歡幹的 這是他的信仰 是他曾經一切堅守的意義 軒機盤腿坐在病床上 叼著煙沒吭聲 但是聽 他把病床床頭上一束鮮花扒了 稀稀酥酥地用塑料包裝紙 折了個簡易的煙灰缸 扔到兩人中間 那些被他救過的人 修改好了記憶 後來都跟他保持了長期的聯繫 畢春生專門給這些人做了個通訊錄 那個通訊錄 那個 小禎努力了幾次 沒能把後面的話說出來 軒機膽調煙灰 淡淡地開口打斷他 通訊錄上的人都已經成了被蝴蝶操控的行屍走肉了 是吧 小禎沉郁的情緒被他用公式公辦的語氣掐斷 不由得頓了頓 不難猜 軒機略有些事不關己地耸耸肩 他把蝴蝶卵傳播出去的 他把摻了蝴蝶卵的食物當禮物寄出去 然後發語音 嘱咐對方說東西保質期短要盡快吃 語音裡摻著他的特能 那些人都是被他的特能修改過記憶的 又信任他 格外容易受暗示 即使是本來不愛吃的東西 聽見這條語音也會立刻打開嘗一嘗 等這些人徹底被蝴蝶感染 失去對身體的控制力後 他就會給他們打電話 告訴他們真相 諸多幻象破滅 受害人明白過來 自己是無緣無故被最信任的人殺害的 因此產生的極大怨分 都會成為陰沉劑的養料 軒機響起碧春生那張五官 劍刺融化的空白面孔 他這種語言特能 是不是對淨花水月蝶也有作用 是 人有自己的情緒和本能 如果目標本身很防備 有敵意 就會影響精神系特能的效果 但淨花水月蝶沒有想法 也沒有情緒 它只是根據外部信息 來操控宿主的身體 比人類更容易受精神系的特能影響 顧修科甚至認為 淨花水月蝶可能最早就是 某些不懷好意的精神系工具 軒機叹了口氣 難怪他能控制那男孩用陰沉劑文寫字 蕭真沉默了片刻 接著說 我們找到他家人屍體的時候 屍體都靜悄悄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身體已經腐爛了 牆上地上都是血跡血的劑文 劑文演過了屍臭 鄰居都沒發現 他愛人因為被蝴蝶寄生過 屍體沒有爛 可能是他的頭被劈開的時候 凶手太激動了 毛衣都被撕開了一角 軒機叼著煙 含糊地問 那毛衣是海藻綠色的嗎 蕭真沒聽清 什麼 軒機有些疲憊地搖搖頭 他兒子和母親都在各自的房間裡 身上蓋著被子 他愛人的屍體在主握 旁邊還有躺過的痕跡 從那時候 也可能從八年前開始 他就瘋了 八年來 他活在 墜墜不安的噩夢裡 每時每刻都在懷疑身邊的親人 是虛假的行屍走肉 直到他在父親的屍體上 發現寄生的蝴蝶 噩夢成了真 他大概就再也沒法分清幻覺和真實了 生死相托的戰友 原來都是幕後黑手 那麼他曾經決定為之奮鬥終身的東西 豈不是一場荒謬的騙局嗎 當他瘋狂之下 敲開了所有親人的頭顱 卻發現 他母親和兒子沒有被寄生的時候 又是什麼感受呢 這地下火獄到底有多少層啊 要掉到哪一層 生影才能被徘徊在地下的惡鬼聽見呢 好一會兒 兩人都沒出生 直到各自的煙都燒到了底 玄機才又想起了什麼 問 那個被蝴蝶寄生的小孩呢 活著嗎 嗯 低溫手術成功了 過一陣應該就能夠恢復正常吧 取出來的蝴蝶我們隔離了 蕭貞說 不過這是瞞不住了 易控局成立以來最大的醜聞 可能這就是他的目的 黃菊已經被上面叫走了 現在都還沒回來 軒機大 那小男孩和最後一個季瓶 也是蝴蝶生救過的人嗎 不是 蕭貞搖搖頭 這兩人以前跟蝴蝶生 跟易控局都沒什麼交集 互相也不認識 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是東川人 可蝴蝶生也從來沒去過東川 所以這事還真挺奇怪的 調查組正在深挖他們倆的社會關係 另外 寄生的蝴蝶是哪來的 碧春生又是怎麼知道 陰沉寄這種邪術的 這些目前都不太清楚 軒機碾滅了煙 掀起眼皮 我本來以為碧春生 是因為他的特能才選擇退到善後科 其實不是對吧 老蕭 蕭貞一震 這也不難猜 軒機上調的眼皮上 勾出一雙冷淡的雙眼皮折痕 百無聊賴似的 他把不小心抖落的煙灰 一片一片的捏起來 丟在塑料紙折的煙灰缸裡 動作很緩 話也說得很慢 何謀用鏡花水月碟操縱死亡率的 應該就是善後科裡 我的那位前任吧 蕭貞沒坑聲 默認了 你知道善後科水深 又苦於插不盡手 所以千方百計的弄來我這條外來的鯉魚 想借機撞破善後科的生態 我這人怕麻煩怕得要命 要是事先讓我知道 這是個前少事多滿地雷的崗位 我肯定早就背著一身卡債跑回老家了 所以你隻字未提 打算先把我騙來再說 老蕭啊 煙沉過言 知己無人 我一個無依無靠的北漂青年 這麼多年統共沒幾個朋友 你就這麼坑我 你對得起我嗎 太傷人心了吧 蕭貞啞口無言 對上煙機的目光 煙機的眼睛依舊笑盈盈的 可是仔細看 那滿滿的笑意 卻只是累贅地掛在一雙臥蠶上 他的眼睛長得年輕而明亮 卻因為掛得笑太沉 帶了點奇異的疲憊感 那一瞬間 蕭貞忽然發現 煙機這個人就像他的笑容 誠意到位 毫無靈魂 四海之內接兄弟 他和兄弟不交心 煙機平時隨和得很 脾氣 棱角都收斂在 滋身社處的分寸下 好像沒什麼原則底線 直到蕭貞被他露出來的書裡 刺了一下 才發現他距人千里的邊界 我 我實在是沒有什麼人能信了 蕭貞有些狼狽地說 我甚至懷疑自己的履歷上 也有蝴蝶的英勇 萱貞笑了笑 心說 還用得著懷疑嗎 要是大家都混得很慘 只有個別人運氣很好的樣子 那裡面大概率是有問題的 蕭貞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之嬌子 他家境優越 更難得的是家庭和睦 沒有什麼狗屁倒造的豪門恩怨 又是獨生子 從小萬千寵愛於一身 家人知道他的特殊後 非但不把他當怪胎 反而以他為榮 蕭貞18歲就正式進入益控局 一邊念本科 一邊在安全部參訓 畢業以後直接進了三特之一的雷霆 升官如成峰 到如今 這青年才俊已經進入了 特能人官方組織的權力核心 然後 三官碎成了渣 得了 蕭天嬌 人在江湖飄哪能不挨刀 就你沒挨過 也該給你補上了 你這個級別 留職查看 基本就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沒事的 宣妻說 至於那什麼蝴蝶的事 你以前既然完全不知情 以後也不用想太多 人嘛 難得糊塗 這些薛定惡的真相不要太糾結 畢春生還不是前車之劍嗎? 人的命運和歷史一樣 也屬於二級混沌系統 是因果交纏的 假如畢春生不反覆疑神疑鬼那些事 他就不會被自己的精神系特能鬧成半瘋 當然也不會亵渡屍體 打開他父親的顱骨 他會以英雄的身份光榮退休 去跳廣場舞 去旅遊 逢年過節回局裡給小青年們講講課 他的丈夫雖然已經是30年前留下的虛影 但母親和兒子至少是活人 浮生若患 人也好 蝴蝶也好 誰還能比誰真實到哪去? 蕭禎沒聽進去這不嫌不淡的安慰 他的聲音壓在喉嚨裡 我不明白 歸根到底 為什麼會有15人紅線這種吃人的規定? 憑什麼特能人就在這個社會上見不得光? 憑什麼他們就得以保護普通人為第一原則? 憑什麼遇到危險的時候 特能人就是要被犧牲捨棄的 特能人比誰低人一等嗎? 特能人的命何該打折賤賣嗎? 宣姬目光掃過自己空蕩蕩的右手食指 原來有戒指的地方 現在只剩下一道白圈 他沒打斷蕭征宣洩 手很巧地把塑料煙灰缸變了個形 將煙灰和煙蒂裹在中間 外圈折了朵怪模怪樣的花 抬手別在蕭主任的外套上 這才說 永安西山是自然保護區 蕭征一呆 什麼? 往南二十里 也就是總局鄰居 就是西山野生動物保護中心 保護中心四周有護欄 野生動物要是老老實實地在裡面被保護 就是有吃有喝的人類好朋友 要是掙脫約束在外面亂跑 那不好意思了 朋友 輕則放倒 重則擊斃 宣姬從病床上下來 半身不隨時地活動了一下 俯身夾起他的重箭 往病房門口晃去 一控局就是保護中心 十五人紅線就是誰也不能跨過的護欄之一 蕭啊 你老大不小的一個人 怎麼連這都不明白 所以我一條偽裝成流浪犬的野狼 真是只想隨便混口剩飯吃 實在不想跟你們瞎掺和 蕭征以為他要當場料挑子跑路 疏地站了起來 等等 你去哪兒 呜 淡定 我暫時沒打算辭職 那陰沉寂照出的魔頭 可能和我家有點淵遠 我回趟老家查點資料去 請假一周哈 蕭主任 宣姬一手拉開病房門 想起了什麼 回頭對蕭征說 記得陪我手機 還有 坑了我 得加錢